好 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我们要介绍一个面向对象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可以说这个特性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好 你看一下 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面向对象的三大特性 其中之一的三大特性 之一的继承性 好 那么除了继承性之外 我们把另外的两个性 另外的两个特性也给它补充一下 面向对象三大特性 第一 继承性 第二个是这样的一个封装性 第三个是多碳性 好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封装性 封装性我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不会做太多的一个讲解 因为我认为封装性这个东西 它们是非常抽象的 而且它的用处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说在不同的项目或者是说不同的人 对这个封装性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对封装性的理解会非常深刻 但是有些人对这个封装性的理解会比较浅 但是我们起码要知道 我们的类它其实就是一种封装 和我们的模块一样 只不过类是从面向对象 从模拟世界的角度 把一系列的变量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法 也就是特征和行为聚合在了一个类里 这个是封装性的最基本的一点 很多同学看到面向对象三大特性的时候 都会认为封装性是最简单的 而继承性和多态性会比较复杂 但是我多连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你最难讲清楚的 而且变化最多的 反而是这样的一个封装性 相反的继承性和多态性 这两个其实是可以非常明确的 给大家讲清楚的 因为继承性和多态性 它就是实时站在了一个语法问题 但是封装性不一样 封装性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说对于封装性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去写这个类的时候 已经体现到了 至于说更深层次的理解 那么这个需要大家在日后的编码过程中 好好地慢慢地去体会这样的一个封装性 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编码中 慢慢地相信自己对封装性的理解 封装性的绝对不是一节课或者是几节课 能够给大家讲清楚的 它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的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首先来看一下继承性 好 我们到我们的这个VS Code里 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代码 来给大家演示 什么是一个对象 一个类的继承性 好 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 面向对象的继承性呢 就首先要知道继承性到底有什么作用 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 和我们的一个类 它最主要是由两个大块儿出生的 第一块是我们的这个类的特征 也就是我们各种的实力变量和类变量 好 另外的呢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好 那么继承性的最基本的一个作用就是 避免我们第一重复的方法和重复的变量 好 那么这一点是从我们面向对象的 语法层面上面在讲这个继承性 然后我们还是需要去对照 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继承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史德顿的学生对不对 它是一个对于所有学生的一个抽象 但是我们再往更上一层抽象去想一想 学生本身来说的话是什么呢 学生最本质来说的话 它起码是一个人对不对 好 所以说人它也是一个类 好 那么学生和人这个类之间 他们就构成了一些一个继承关系 好 所以说我们从两个层面 语法层面以及现实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事物之间的关系 都对这个继承性做了一个讲解 好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第一一个新的类 这个类就是人这个类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继承人这个类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模块上面再定一个类 这个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people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people这个类给固承完 好 我们也给它一个构造函数 好 先不给 我们可以不给它明确的指出一个构造函数 如果你不给一个类加这样一个构造函数的话 默认会有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 好 实际上来说这个类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负类 好 那么这里呢 是我的一个建议 虽然呢 Python 是可以在一个模块上面 写多个类的定义的 但是呢 我的一个建议还是一个模块 只写一个类 好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一个习惯 受这个Java和C-Savre的影响比较多 但是呢 确实是Python呢 其实呢 我认为呢 好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如果呢 你想把多个类写在一个模块里面 也是可以的 因为呢 我之前写这样的一个Java和C-Savre 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些语言里面呢 一般呢 都是一个文件定义一个类 好 而且呢 我觉得呢 一个文件定义一个类呢 结构上面呢 也是比较清晰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People这个类啊 新建一个模块 放入C6.pyl 好 那么既然呢 是谈这个继承啊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C5模块里面的Student啊 如何来继承C6里面的People这个类 好 Python里面的继承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要继承这样的一个People呢 首先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People这个类啊 从C6里面打到我们的C5这个模块下面来 然后呢 我们才可以啊 拿到啊 这样的一个People这个类啊 我们使用Import这样的一个语句啊 Import C6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啊 可以啊 这样来继承People啊 这样来继承People啊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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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标准的一个人 继承的继承的编写方法 好 所以说啊 大家记住啊 之前呢 我们第一Student这个时候啊 括号里面呢 一直是控制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明这个控制的啊 是用来填写什么的呢 是用来填写Student这个负类的啊 一旦你把一个类呢 加入到这个类第一后面的括号里面 那么就表明那括号里面这个类啊 是当前的这个类的负类 而这个Student的这个类呢 会称为啊 People的子类 好 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啊 我们确实呢 让Student的继承是啊 People啊 让People呢 成为了Student的负类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啊 我们这个是 我们的People这个类啊 是控的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种继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什么样的呢 是有意义的继承 好 那么我们呢 还是从面向对象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学生的这个Name和Edge啊 它呢 是不是学生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特性呢 并不是啊 本质的特性在于什么呢 本质的特性是啊 Name和Edge呢 应该呢 是属Pico啊 人的 这里我突然想到啊 People这个名单词啊 用来描述一下 并不准确啊 所以说呢 我们用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单词 这个呢 比较合适啊 我们改一下 好 那么一个人呢 通常来说的话 他都有Name和Edge就对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Name和Edge啊 提啊 把它给提到我们的负类里面去啊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修改一下啊 我们C60的human这个类啊 我们呢 给这个类呢 有加一个构造函数啊 好 这个构造函数呢 接受啊 这个构造函数呢 接受啊 内米和Edge 两个层属 好 South 点内米 动物 内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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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呢 我们简单的啊 这个方法的内部呢 我们简单的啊 映出这个人类的名字出来啊 好 South 点内米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啊 给human这个类啊 定义了构造函数 以及一个方法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给我们的这个human啊 加上一个类变量啊 我们依然用去South 点内米啊 好 那么完成了我们的这个human复类了之后啊 我们到我们C5里面啊 来对我们的student类呢 做一些更改啊 好 我们呢 先把South呢 这里呢 给评释掉 然后呢 整个整个的构造方法呢 我们也把它啊 构造函数呢 也把它给评释掉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student类类里面啊 没有了这样的South 也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面 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大家认为呢 我现在如果啊 实力化 student类之后 我还能不能访问他的这样 还能不能访问South 和Edge 好 让我们呢 用实际的代码测试 来测试一下啊 好 student1 好 它呢 是有这个student的实力化了 好 我们这样写 好 实力化完成了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 imprint student1 点 这个south 好 然后呢 我们一起啊 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还有这样一个age啊 都给打印出来 好 这个south呢 是一个类变量对不对 好 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测试啊 除了从实力上的一个访问呢 我们好像类的程度上 好 访问一下这个south 好 编写完成了之后呢 让我们进行一下 passing save.py 好 我们会发现啊 这里呢 有一个错误啊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错误 好 那么这个错误呢 说的是啊 构造函数呢 需要啊 传入两个禅属 name和age 好 那么关于构造函数的继承性 等会儿我们再来讲 那么啊 由于这个代码有错误 对不对 我们先把啊 几段关键的代码呢 给它注释掉 我们直接先来print student.sum 因为那student.sum 也不需要啊 经过这个构造函数的 我们看一下它啊 能不能正确的结枪啊 好 可以啊 sum呢 是有值的啊 直接打印出来给你啊 好 那么呢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就是继承性的一个特点啊 子类里面呢 是没有sum这样的一个 是没有sum这样的一个 类变量的啊 但是呢 由于它继承性啊 这个负类human human里面呢 第一个是有这样的一个 类变量sum 所以说子类啊 继承了负类的这样的一个 类变量 这个呢就是啊 继承性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 也是它的特征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修正一下啊 我们刚刚抱着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刚刚的这个错误呢 是提示我们啊 我们在实力化类的时候呢 还是啊 需要传入内容和内接啊 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呢 可以从继承性的角度呢 来探讨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student里面呢 是没有这样的构造函数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构造函数啊 应该呢 继承是啊 给我们复类下面的这个 init构造函数啊 那么复类下面的这个构造函数呢 再次出现了啊 年龄呢 还是啊 18岁 好 加上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代码的运行结果 好 正确的打印出来了啊 没有报错 好 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呢 不论呢 是哪一种的调用方式啊 我们的这个籍类呢 都继承了复类的这样一个sum的类变量啊 好 后面的student name1.name andstudent name1.h呢 就证明了 我们的实力变量啊 同样是可以被我们籍类所继承的 好 然后呢 再让我们看一下啊 变量呢 都是可以继承的 那么方法呢 我们这里调用了一个getName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让我们呢 在最后呢 再增加一个啊 student name1.getName 好 我们再一次的啊 运行一下代码 好 最后呢 我们多出来了一个实感档啊 这个实感档呢 就是getName啊 这个函数 打印这个方法 打印出来的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啊 内生对象里继承的最基本的特性 好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呢 会问啊 这样的一个继承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你只不过呢 是把这样的一些啊 实力变量啊 还有这个类变量啊 提取到了它的负类里面啊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理解呢 是正常的啊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并没有体现出继承的优势 好 那么这个原因在于呢 我们只是拿十多顿档啊 一个子类啊 来继承 human这个负类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如果我有很多个啊 这样的一个子类呢 好 然后呢 让我们来看一张图啊 来体会一下多个子类的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张图呢 描绘了啊 一个面向对象里面继承的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啊 首先呢 最上面呢 是负类啊 换到我们的数例里面呢 就是human啊 那么一个负类呢 其实呢 是可以有多个子类的啊 然后呢 每个子类呢 还可以啊 有它的子子类 好 那么以此为推呢 无限级的啊 可以往上面呢 去啊 去地柜啊 子子类上面呢 可以有子子子类啊 然后子子子类上面呢 还可以有子子子类啊 好 那么这个树状的结构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 到底有多长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定义啊 好 那么呢 现在呢 我们就对这样的一个继承数啊 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图形化的认识啊 但是呢 我这里要说一下 我这里所画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呢 适用于啊 绝大多数的编程运缘 但是呢 它啊 并不能完全代表我个Python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继承数啊 Python呢 我们这里顺便说一下 Python呢 其实呢 是可以多继承的啊 也就是说呢 目前我们的图里面啊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呢 一个子类只能有一个负类对不对 好 这个呢是绝大多数编程语言啊 它所认定的单继承啊 但是呢 在Python呢 这个语言呢 有点另类啊 它呢是允许多继承的啊 也就是说那一个子类呢 是可以啊 继承多个负类的啊 这个图里并没有表述出来 好 那么我的一个建议是啊 如果说你连单继承都没有用好的话啊 那么呢 我的建议是啊 你绝对不要去用Python的这样一个多继承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很多的编程语言呢 它呢都是啊 只支持这样的一个负类的单继承的啊 这个呢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因为单继承呢 确实呢 不如多继承灵活啊 但是呢 问题在于啊 单继承呢 可以让你整个的继承链条啊 变得非常的清晰 不容易产生一些冲突啊 所以说呢 我的建议就是啊 先把单继承用好啊 其他的编程语言里面呢 都是单继承 然后别的语言里面的应用程序呢 也可以设计的很好啊 并不是说没有多继承 你就不能够设计出优秀的代码来啊 这一点呢是大家要知道的 好 那么关于多继承呢 我们放到最后啊 再来讲吧 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啊 学习好这样一个单继承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student的子类这里啊 来考虑一个问题啊 我们的子类呢 肯定啊 不可能和我们的负类啊 所有的这个特征变量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如果说呢 所有的变量啊 全部都继承自我们的这个负类 而子类没有自己特殊的一些变量的话 那么这个子类的存在呢 是完全没有用意的啊 所以说呢通常来说啊 这个子类呢 需要啊 有它自己的一些 有它自己的一些变量啊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的student上面啊 来给它增加一个一个学校啊 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由于它是实力变量啊 所以说呢 我们建议呢 通过构造函数的方式呢 来传入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好 由于呢已经有负类了啊 好 这个呢我们先保留啊 好 然后呢我们呢 现在呢在south 我们呢 加上一个考虑子呢 school 学校 好 然后呢我们常顺着啊 在构造函数里面呢 来定义我们的这个school啊 这样一个实力变量 好 接收school这样的一个参数 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在我们的子类里面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啊 需要传入school这个参数的啊 构造函数 但是呢在我们的复类里面呢 我们呢 还需要啊 传入另外的name和age啊 这两个构造函数的结构呢 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实质呢 其实呢 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构造函数啊 然后呢这个构造函数呢 其实呢 是需要接受三个参数的 你呢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school 然后呢你呢 还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name和age 总共是三个参数 好 所以说呢 子类的这个构造函数呢 我们呢需要改写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改写 好 我们呢需要啊 在这个school的后面啊 再加上一下 name和age啊 好 那么啊 这个school啊 是属于我们的子类student的 而name呢 和age呢 却是呢 属于我们的这个负类的构造函数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啊 我们如何啊 在我们的子类里面啊 把name和age呢 传给我们的负类呢 好 看一下啊 我们呢 我们呢可以啊 在这个子类的构造函数里面呢 使用parent啊 好 不是parent啊 加那个human 点 mit啊 直接调用它的构造函数 然后呢把这个name age呢 传给进去 这样呢 就实现了啊 我们在子类里面调用负类的构造函数 好 由于呢我们在这里面显示的 这样负类的构造函数啊 所以说呢 负类的啊 这两个实力电量呢 也将得到这样的出色法 好 那么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啊 如果呢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显示调用啊 负类构造函数的方式呢 来给负类的name和age啊 这两个实力电量进行出复化啊 那么我们在子类里面呢 能不能够啊 得到正确的这样一个name和age呢 好 让我们还是呢 再用代码呢 来研究一下 好 到我们的调用这块的代码呢 这里呢 我们呢 还是呢 去实力化了一个stift的密集 不过呢 其实啊 我们需要传入三个参数啊 好 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样一个学校的 好 传入一个学校的名字 好 第二个呢 是细腻 我们不变 好 第三个age呢 我们传入一个18 好 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student呢 就被实力化了 好 实力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啊 把印一下啊 我们把这些 和目前我们问题无关的代码 现在注释掉了 好 上面呢 我们就不打印了啊 我们主要打印这个内容和age 好 我们保留这两行 好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好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再次的运行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save.py 好 那么它这里看到啊 它报错了 好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错误的原因 好 那么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啊 这个构造函数啊 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age 这样的一个参数 好 但是呢 我们其实呢 在构造函数这里啊 我们在这个此类的构造函数里 调用负类的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传这样的一个age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c6 负类里面的构造函数第一啊 save.py 哎 没错啊 不是说这个save我们是不用传的吗 那么我们传入两个这样的一个传说 应该是对的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啊 我们要讲的另外的一个误区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把save呢 还是啊 要传进来 好 传进来了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 好 现在呢 运行呢就没有问题了 正确的打印出来了 我们的实感和这个 嗯 年龄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啊 我们不是说啊 在调用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的时候啊 是不需要传入这样的一个self的吗 我们一直呢是把self呢 当作呢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名字一样啊 我们呢根本就不会主动的自动去传入这个啊 我们根本就不会主动的啊 由自己去传入这个self啊 这个self的传递呢一直啊 都是python呢帮我们自动给传进去的 好 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呃 一个情况啊 在这里呢必须传入这样的一个self啊 如果不传入的话呢 我们刚刚也试过了 它会报错啊 好 那么啊 我还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只记这个结果啊 还是要尝试一下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里呢 需要传入这样的self啊 因为呢 分析的越多 思考的越多啊 那么呢 这个你能学到的知识啊 和你和你这个知识的理解的深度呢 就会越就会越多啊 深度这个呢不能用多来面说啊 应该说呢 是啊 知识越多 深度越深 好 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